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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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跌多少 对 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跌很深的话 那你这个过程 大家怎么办 我们经常说做股票 还不能停损点 那会不会说 你受不了的时候 把它砍掉之后 它又涨上来了 这些都是观念 那我一直强调说 我们在这二十几年的 一个股市操盘里面的经验 我们都会希望说 第一个时间你就要做正确的动作 那刚才伟廷就提到过说 这个指数怎么看 那你不用去预设立场 你知道曾经那个9000多点的金融风暴 是跌了5000点 跌了5000多点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预设立场呢 在不预设立场上 怎么样抢到第一个时间的 买的时候第一个时间的买点 还有第一个时间的卖点 让自己比较轻松 我等一下我也跟大家问过说 我们做过要停损吧 你是要等到三成五成 不要说停损 融资的就已经断头追脚令了 那你还是说 3% 5%的时候 你做个出场 这个东西都有一个操作的节奏 那今天这根黑K算是一个买点了吗 就有来观察 当然还没有 还没对不对 我们来看指数这个东西就比较清楚了 我们再跟大家 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 这个是我们 这是我个人设计的一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融合了这个大概有五种的趋势线 所以它很平稳 那我当初在设计这个指标的时候 或者说这一个工具的时候 我当初的构想是要让它简单化 我自己看的也简单 投资朋友或者我们同事的一些同业来看 也很简单 你看说这里是一个多方的一个波段的小多方进来 你看这个多方进来 可是这里有一个卖出讯号 那你不要预设它 你从这里到这里 你就是说你在盘中的这个细微波的转折 你抓到可以200点 至少你多方OK的 可是你看到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转折讯号的时候 你要做动作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说指数的观念 指数只有什么 方向的问题 这个方向 那方向确定之后 大家就要把它简单化了 再来一个东西 叫什么 观念 你要用一种指标 投资朋友看到我们画面 你要用一种指标 看到我们画面 这就是一个指标而已 你把它融合成一个指标来做 李大哥 这个箭头是就是在今天这个跳空往下 对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跳空缺口往下的时候 早盘开码的时候才跌几点而已 五六十点而已 可是收盘跌一百八十九点 所以它已经转变了 那你就好像伟廷刚才说的 你要预设它到哪里 说不定再跌个三百点五百点 这个没人知道 所以当基地段你做出正确的决定的话 不要带感情 有些投资朋友每次觉得说就当股票好了 跌了三八五百 老师我到底要不要停损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当初是说七八五百你就要停损了 三八五百你想说会不会再上来 等到跌了三成五成 我们说第一说实在 是 倒不落手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讲指数的关系说 你用设定一个指标 设定了一种指标 然后一个方向 那么当然我说过 我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 当然这是我个人用的 投资朋友你要用你自己的 我经常说空气才能起来 你要怎么样都没关系 但是你要用一个简单的 要简单的 不要说这个指标还在地盘盘说 这里多头量什么空方什么 阻力怎么样 那个太复杂了 趋势 我跟你讲股票上上 就指数而言就是趋势而已 那么我说过 既然它简单化 所以我们在 当初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还会有一个 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动作 可以看到这一个画面 你看 这是在4月3号 8点45分 因为9点才开盘 我们就要先做短线的一个 这一套工程 如果我问说这个东西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东西我当初设计 因为我们经过 这个比较严密的设计 所以时间到它就会跳出来 它告诉你说今天的 指数是偏空 在上个礼拜放假之前 开始要做偏空的准备 那是一个预告性的 一个短线的指标 遇到一个先 那偏空什么 那你如果在指数方面的话 你比较偏空一点 偏空单向 我说过 一个就是一个方向 就是我跟大家讲方向 你抓到一个方向 你指数就会比较简单 就会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以今天的架构 符合我们上个礼拜 就是在放假之前 跟大家 因为指数上个礼拜 我们来到这里 然后这里有偏空的架构了 所以市场上怀疑心很重 就是观望的怀疑心很重 偏空的架构是代表说 这当中有一些出现蓝色 这个就叫做偏空架构 对对对 当然我们如果以指标的设计来看的话 这里有一个讯号 对 这里有一个讯号 向上的讯号 红色的向上 那你说这里到这边空间 大概一百五十几点 可是你不要忘了 今天这一根就将近两百点 就将近两百点 那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的告诉你说 这里是一个空方的讯号 那空方讯号 我还是强调 空方你对指数就要有架构了 像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 盘前不是一个消息面吗 政府开放这个现股 这个全职概念股 可能可以当充交易 那你今天是偏空架构出来的时候 你当然就不能做多了 是不是 所以这些就是观念 我觉得这个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当然这是指数 指数只是一个 我们分析的一个小重点论 那你如果 我还是想 我还是想 这个工具你拿捏的好 是我们台译说 一里通也一听 一个东西 你放在股票也是一个技术面 都是一样的 你通的话什么都通 什么都通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你要把你的指标 设计的比较清楚一点 比较明显一点 比较像我 我听我是摩羯 是是是 所以啊我比较吹毛 吹毛秋枝 我比较吹毛秋枝 我们台译说一个脚步 一个脚印 我希望我刚才你看到8点45分 这种文字就可以跳出来 这种设计模式的话 让大家可以今天是偏空 所以一大早跌了五六十点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跌很深 好像韩国也没有跌啊 对不对 韩国也没有跌啊 可是你放在指标上 它就破功了 为什么 它就是没有反转 我们从指标上来看 它就没有反转 所以短线要直稳 是不是机会还是比较难一点 难 短线上比较难 就比如说 今天亚洲股市里面 我们看刚提到一个调说 包括韩国啦 香港 恒生现在大陆股市 上百五十年大跌之后 大家就会把这个模式复制上来说 啊有没有可能 今天台北股市 反映一下这个内容万化 利空之后 明天可以开始逐步走位 也许能够开始慢慢成见了 你认为时间点还没有到 呃 其实这样讲的话 就是预测 你是预测 如果我们从 从我们不预测的角度 所以投资们有时候会 比较容易摘到那个预测里面 是 我认为很跌很深了 上个礼拜 大家还记得一件事吗 那个苹果店 曾经在一两周前 从419块反弹到460块 大家都说苹果触底了 没有低点了 对 你在礼拜五那一天 苹果又来看419了 所以还是破功了 所以不用去预设立场 你永远来得及 我们台语讲 有钱不用怕没股票 是 你有钱你还怕没有股票买 但买到它的起涨的转折点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起涨股票 对 好 如果来看今天大盘 目前还没有指稳 但是有没有哪一些 先行避开了 是这个指标上面 已经有转空的趋势发现 不管是在宏达电啦 鸿海啦 台阶这些大型全资国 一般投资人 常常听到耳熟能详之下 是比较愿意投资的 认识往下跌之后呢 也许是不是有一个 比较便宜的价格能够承接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一档股票叫宏达电 大家够熟了吧 对 宏达电 实际上它的指标 你看看 它这种指标 从500 400多块 500多块 就已经出现不太对劲了 对 如果这以周线的角度来看 就不太对劲 到现在周线都没有翻多 这种股票没有 角度上 你看你说 你会觉得说 老师你看周线 因为它在打底的阶段的时候 周线有时候敏感度 是比较顿一点 可是却能够让你在低档 看到它的转折 那你说要看日线的话 我们再挑这个日线 给投资朋友大家看 我们就会比较清楚 你看投资朋友 我们在架构上 你会觉得说 你看我们有一个举例 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联发科 我们把它摆成日线好了 把它改成日线的这个 这个现在的四周线 对 日线 我们从日线的角度来看 你会看到几个重点 如果你愿意 我们讲一个真的 投资朋友如果你愿意 这个是日线 对 那这是联发科 那大家不要预设立场 不要预设立场 就说 我就跟着指标做 我就跟着指标做 这里有卖点 这里有卖点 这里有一个卖点 我们把它离到这个卖点来看 是不是 事实上它不只是卖点 对 去年底的时候有个卖点 对 有个卖点 事实上如果大家比较 因为我当初在把指标设计的时候 我就想过一些事情 让我自己也简单 不要去想 因为我也跟大家提到过 我以前看五六台电脑 现在还在让我去画图形吗 哎呀 那个都来不及了 不用了 我把指标设计在这里的时候 很清楚 其实这个点是做空的 很奥妙 是做空的 做空的 好 空你看这里跌了两三层 这里翻多 坐上来 这里是卖出薰 这里再接回来 单单联发科 这种高价股 投资朋友你也可以做得很愉快的 你可以做得很愉快的 像今天 今天大家 事实上 我个人觉得是要跟大家讲说 像这个 不只是联发科 比如说 5706的 凤凰 我们来看凤凰 今天在盘中 前些跌停板吧 凤凰已经盘中跌停板了 我们来看看凤凰 这个点 是在三月二号的这个点 我不是重点说 你做凤凰 或是有没有凤凰的投资朋友 我们今天一直在操作的策略里面 都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能不能自己研判说 我的技术指标转弱了 我愿不愿意把它卖掉 你说老师赚不多 可能赚3% 5% 那都是钱 可是如果你不愿意在这个 三月二号这个点 这三月二号点 你不愿意卖它 你看一路跌 对 甚至我们的指标 已经形成 告诉你说可以做空 对 那你说老师它不见了 不是 它今天跳空跌停 那我这样讲好了 你说老师 那个勤扭感什么 不对啊 勤扭感是这一段 这几天才发生的 比较严重吗 可是它在三月二号的高点 接近62块已经叫你 可以空了 来回差了快两成了 不是今天勤扭感的问题 是说 你愿不愿意把它做一个 比较合理的操作 你说我们 大家做股票市场上技术面 对 技术面 技术面已经转弱了 你愿不愿卖 还有我们再跟大家讲 你说勤扭感 今天已经看到来不及 跳空跌停板了 但是还没有勤扭感之前 这个东西已经开始转弱了 所以我说过 你让自己在这个市场上 我还是强调 你要让自己在这个市场上轻松 就是说我有一个模式 今天如果我们来跟大家解盘 拿着图表跟你解释 也是解释这个啦 但是为什么没有那个领先的东西 告诉你说我们可以先卖 什么时候可以先卖 让自己操作的 我们说实在 我有时候还是要讲讲心里面 有些投资朋友做个股票 睡了睡不着 是 睡也睡不着觉 买股票 又看到中国到这钱也不敢 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预告这个生计股 对不对 那你做生计股你就赚了嘛 国光生计 我上个礼拜一直在讲国光生计 你就赚了嘛 所以可见投资朋友 大家最缺乏的就是说 我经常跟大家讲的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做功课 你有没有做功课 你有没有每天给自己做功课 像我这样子 每天都要考 韦庭 盘前预告 对不对 8点45分 不是 然后我要讲说 我每天几点钟 4点钟起床 这个不能没有说 因为只有花时间 研究 你才会有一个答案 对 那如果你能够搭配 比较好的这个技术指标 我说实在 我们讲说 我们不是说一定说 这个什么天 什么大赚好几倍 那可能都是若干十日之后 但至少风险都考量在内 所以你的做法 假设 假设你自己愿意盘前 就先做努力 给自己做一个预告 我通常把我的预告 会用文字 因为操盘手记 会把它输进去 很多嘛 上次有射出来 对对 操盘手记 比如说 我们还是要XY 你知不知道最近美国 为什么可能会有拉回 因为资金跑到美国公债值利率 对 美国的指标利率 已经跌到1.68了 它按照全世界的机构法人 认同是跌破1.5的话 就是空头了 因为资金全部转到这个 美债身上了 美债的股价拉高 美债的价格拉高 它值利率去跌 这是刚好颠倒的 所以这些 我们都要做功课 主要盘前要有预告 对不对 然后呢 转强是通知嘛 转弱的时候 也要让投资朋友说 这个技术只要转弱了 通知你说这个转弱了 等等之类的话 我说这样子要赚到钱 你不觉得好像有一个轨迹可行 做股票 还是那句话 也比较踏实 不要套牢 不要套牢 这就是人性 那个关键点的人性 那如果这是人性的话 如果你能够把它机械化操作 撇开这个人性 我想你的做法会比较流畅一点 那说做对的话 来个五成一倍 有时候你看那宏达电 当年从两百多块 一标就一千三 这也不是不可能 那个元太当年流行电子书 八块九块 就给你一标 就八十几块 这个那一整年 你一赚它就十倍了 当年的这个帮诺 也从四块五块 美国是那个电子书帮诺 从四块五块 标到了四十五块 也是标十几倍 当年的这个太阳人 就快要下次那个什么 江西赛尾 从四块以前标到八十几块 那你掌握这样的一个格局的话 该你的 你按照搭配这个技术面跟题材面 你就能够站到大头 不该你的 有时候不该你 你选错股了 最后的状况 来个没什么输赢 小赚小赔 这个出脱 好 这个到底怎么去选股 到底选对股 还是选错股 对投资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现在大盘 就往下回测的同时 到底哪些个股 能够小手的一些 获利空间 广回来 就我们继续来决踪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谢谢大家